本节课是基于Hylenin学习系统 IES云端补救系统 IES反馈系统下的身本教育复习课 我的课堂是在不摒弃传统教学精华理念的前提下 带着为我所用的心态 借用最新的科技技术进行高效的教学 在教学过程当中 让学生的思维在收和放两者之间大胆地交替运作 使而把学生的思维统一地引领到同一个焦点问题上 共同地去解决问题 使而又允许学生用不同的速度 自己的方法去探索或去知识 尊重每一位学生 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理性思辨和创造性思维的能力 同时我还将针对性的焦 针对性的裂 针对性的评 贯穿于整一个教学过程当中 我将会在教学模式每一个环节当中进行详细的介绍 第一环节 前置作业 制作本章节的思维导图 第二环节 课前检测 首先我精心设计了五道选择题 利用IIS教学系统 让学生在限定的时间之内 用平板进行选择反馈 并且用选择投票统计条形图 进行学生检测题的一个分析 即时去展现学生的掌握情况 提醒针对本章重点之时 设计了以简单中的难度提醒为主 同时引入创新题 第一道基础检测题 要求是百分之百每一位同学都要过关 IIS反馈系统提供了一个很大的便利 可以让我翻看 最提到哪一位同学对这一方面支持尚未掌握的 从而更有效地针对那位同学在课后去进行一个辩驳 正确率不达到百分之九十的题目 我就会稍微进行简单的提点分析 对于学生选择分析较大的题目 我先不讲解 并且先保存原始选择的数据 然后让学生先自主地去讨论交流 与此同时我也会融入学生的讨论交流当中 充分地去了解会出现这种分析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交流过后再一次地进行选择 把二次选择数据跟初次选择的数据做一个对比 如果分析依然明显 我则会着重地去讲解 如果分析不大 说明学生可以通过讨论之后 已经能够解决了这道题目 那么就不需要再详细的讲解 稍微提点即可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 可以让学生自己的去发现问题 通过同伴的交流 共同地解决问题 达到团结互助 自主学习的目的 同时也更高效地掌握了知识 节省了大量的时间 改传统的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在点播讲解的过程当中 充分地利用教学教辅工具 如聚光灯 计时器 挑人器等等 都为我的教学提供了很大的一个便利 解决了我传统教学课堂的 需到用时防衡操作不变的一个困惑 在选择投票过后 可以通过统计出总分 作为一种鼓励 我对最高分的同学都进行了一个加分 同时也可以了解哪些同学对这一张知识上不过关的 我则针对这些同学设计了相对应的补救练习题目 传送给他们 让他们后后进行一个第三环节 归纳整理 在这一个环节当中 是通过思维导图来进行本章内容的整合归类 在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 对知识的重新梳理 整合能够帮助学生的思维 变得更加的清晰明确 从而达到高效的学习 尤其是在复习阶段 利用思维导图的一个方式 能够更好地帮助学生站在高处去看到问题 以俯视的一个姿态把握全局 在课前也布置了前置作业 要求学生自己制作思维导图 同时我自己也制作了一个思维导图 我先给学生展示并且说明该如何使用我制作的这个思维导图 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 快速地找到老师的思维导图 与同学的思维导图 有哪些地方是不一样的 优点在哪里 缺点又在哪里 通过这样一个游戏的进行 不断能够让学生激发起学习的兴趣和激情 而且能够让学生快速地集中注意力 再一次对本章知识调理进行了一次拱护 通过找查 学生们会发现老师的思维导图 不仅仅把要点归纳出来了 而且还在每一个知识点后面附加上了课本对应的立体 以便学生一遇到知识模糊地带 就可以随手地去翻阅课本快速地查找 并且掌握相关概念的知识 同时也可以让学生从发现中学习到 以后该如何制作思维导图 才能够更高效的方便地为我所用 第四环节精选精炼 虽然科技不断地进步 智慧教室的引入为我们的学习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和改善 但是与此同时 我认为无论时态怎么样的改变 传统教学的精华是永远不能丢弃的 学习数学最重要的还是要多练题 有量的一个积累才会有质的一个发展 因此我精心挑选了几道重点题型 让学生进行训练 有格式书写要求的题目 我就邀请一位同学在白板上做 其他同学在自己的练习本上做 完成之后大家一起进行批改和纠正 让学生到讲坛上来做题 一方面是强调此类题目的格式书写是非常重要的 另一方面是及时的发现错误 及时的去纠正 有利于学生正确解题习惯的一个讲成 第五环节 自由做题 课堂里的知识永远都是越局限的 具有开放性的学习才是智慧课堂的真理 因此在这一个环节当中 我预留了十分钟的时间给学生自由的上网学习 可以通过搜索视频、文档资料、课件或者试题 来开拓学生的思维 在一开始时事阶段 学生会出现盲目 没有方向或者是并没有充分利用时间 来进行学习等等的一些情况 我则会对学生进行充分的一个引导 让其在最短的时间内 能够通过网络学习到最多的知识 让这一个放的阶段 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效果环节 保存课堂记录 这就是为了方便在课后 学生能够进行一个回顾和复习 智慧教师创新课堂模式的教学优势 其中我认为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在利用电子书包 网络教学的环境之下能够最大化的增加课堂的容量 不仅仅极限于课本和老师的一个传授 大大的加快了教学的节奏 节省了大量的时间 为老师的教学操作和学生的学习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这是在传统教学当中是无可比拟的 我认为智慧教师确实为教育界提供了一个智和量的飞跃 同时在这个起步不成熟阶段 我认为存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在于 老师学生在使用各类电子产品的同时 都需要有比较强的综合能力 但凡对机器使用不熟悉或者是不懂操作 那就不仅不会为我们的教学节省时间 反而会浪费更多的时间 从而达不到高效学习的目的 或许这一问题所在也是智慧课堂的优势所在 综合能力是可以提高的 这一段时间的培训和共同的学习之下 老师和学生的各种综合能力必定都会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这也能为社会提供出 培养出更多的综合发展型人才 以上是我对我的智慧课堂模式的全部讲解和说明 小女子经验不足 希望得到各位老师的批评和指证 谢谢